秀林鄉大理部落 昨天晚上發生了登山客 下山的時候 跌倒受傷的意外 這名受傷的登山客是一名年約六十歲的婦人 當時她跟其他四十二名登山隊員 一起下山 但是因為天色昏暗 沒有注意到路況 踢到障礙 才會跌倒 當下是婦人的頭部 左側受傷 鼻子有出血的狀況 左眼視力也因為受傷變得模糊 消防局在接獲報案之後 派出了十九人上山救援 因為登山步道非常的陡峭 消防人員先將婦人固定在單架上 再輪流徒步把她背下山 送往醫院治療